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8月24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地建走活动 夏凉狗山沙牙探秘 初级将于今天周四 8月24号在北温四溢墨山地区进行健康生活走起来 今天日本开始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 放射性物质随即进入海洋生物的食物链循环 对人们的生活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呢 2011年的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海啸 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损坏 堆心融化 当局随即注入海水冷却堆心 流经放射物的海水被收集存放在地面的超过1000个储存罐里 日本政府试图说服公众相信 他们一直试图使用过滤系统 来过滤和污染水里最危险的同位素 比如色137、490 但是放射性同位素穿就没有办法过滤 原因是穿是轻的同位素 而轻是水本身的一部分 在2013年6月及福岛核灾难两年后 在BC省海岸附近的海水中检测到来自福岛的放射性元素色 色和色的半衰期都在30年左右 穿的半衰期是12年 BC省的高校反对联邦政府将住房危机转嫁给留学生 反对设置招收留学生上线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和西门飞沙大学SVU均表示 留学生带来的收入是学校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厨头政府近日在加拿大住房危机中备受反对党的批判 本周早些时候联邦住房部竟然称 大学招收留学生却没有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提出要限制来加拿大的留学生人数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起 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含食用水生动物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